的痛苦聲音 失去親人被迫逃離家鄉 叙利亞北部阿富林居民 頂著大太陽 不論大人小孩 能走多遠就走多遠 今年1月起 土耳其領導的軍隊猛烈攻擊 被庫德族占領的阿富林 造成200多人死亡 週五又發動另一波攻擊 有2500位平民逃離家園 目前當地人只能仰賴 不安全的水源 或是自行遭境 二十萬人 深陷水傳染疾病的風險之中 同一時間 南部東谷塔地區的空襲 也還在持續 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超過一千 三百三十人死亡 其中五分之一是孩童 敘利亞政府新開一條安全通道 讓平民撤離 同時敘利亞政府也同意 讓聯合國和紅十字會 把三百四十公噸的物資 和藥品送進去 而且宣布已經奪回 東谷塔七成領土